陸軍M60A3戰車進行夜間機動 過去假車在夜間移動多半是為了交通安全 但今年漢光石兵操演24小時都會看到這般景象囉 漢光石兵階段將在7月22日清晨展開 今年將採取1連5天4夜 所有參演部隊不中停不休息的作戰演練 在部隊無預先規劃操演時程 僅有以防衛作戰計畫的前提想定之下 將隨時面臨統裁部下達的狀況應變 如何持續性的維持作戰能力 直至26日漢光結束 預料將會是考驗所有參演部隊主觀 對於部隊在演訓中如何安排休息輪班的考驗 不同先前電腦兵推至石兵驗證二階段 今年漢光操演將進行從圖紙兵推 電腦輔助指揮所演練 至最後的石兵共三個階段 據指出過往在石兵階段 操演為了避免擾民多數科目都選擇日間 甚至都會安排既定時序 部隊在時序結束後便進行修整 與實戰狀況並不符合 今年為了達成石兵實時實第三項要求 部隊動態將不再有所謂的時序 除了依據現有的整體防衛作戰計畫 操演的位置與作為 都將會由操演的統裁部進行指令下達 部隊日夜隨時都可能進行機動 而主觀也需要對自己的部隊進行狀況下達 操演將不再有所謂表定的休息時間 部隊的帶隊官就必須要照自己的判斷 讓部隊能有適當休息 但仍要維持最大戰力 至於部隊在連續不中斷 又是處於機動在外的操演中 預料將會四處在宮廟學校紮營 屆時官兵在炎熱天氣與連續操演之下 勢必出現的狼狽模樣 如果被民眾拍下上網 是否可能被部隊長官以軍儀不整為由懲處 軍方高層表示 考量夏季炎熱加上實際作戰狀況就是會如此 日前以通令各部隊不能一服一不整的樣貌 據此稱處 變成了輪廣操演